Yo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題 我們要講的是年齡問題 年齡問題的關鍵 不是解題 而是要畫時間軸 欸 怎麼說呢 老師舉個例子 好 有個題目他說 已知三年前阿呆的年齡是阿瓜的四倍 三年後阿呆的年齡是阿瓜的兩倍 則他問你阿呆阿瓜今年各是幾歲 好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欸 我們在做這種題目的時候呢 要畫圖 首先你先畫兩條時間軸 就像畫束線一樣 欸 就畫過去 好 然後標上阿呆跟阿瓜 然後呢 中間畫一條結線寫今年 題目給條件 三年前阿呆的年齡是阿瓜的四倍 於是我們往前推三格 然後再畫一條結線 那我們就令 三年前阿呆是什麼 4T這麼多歲 阿瓜是T這麼多歲 4T是T的什麼 四倍嘛 他不是說三年前阿呆的年齡是阿瓜的四倍嗎 好 於是阿呆的部分你就寫4T 阿瓜的部分你就寫T 好 可是題目接著說三年後阿呆的年齡是阿瓜的兩倍 欸 我們來想一件事情喔 三年前阿呆跟阿瓜的年齡是這樣 可是 三年後是指今年往後三年欸 三年前是指今年往前三年 於是實際上 三年前跟題目敘述的三年後 中間相差的是三加三答案等於六年 好 阿呆在這時候是4T這麼多歲 六年以後就是4T加6 阿瓜在這時候是T這麼多歲 在六年以後就要變成T加6 於是我們知道 題目敘述的三年後 其實阿呆的部分是4T加6這麼多歲 阿瓜的部分是T加6這麼多歲 好 我們就知道啦 三年後阿呆年齡為4T加6 阿瓜為T加6 可是題目說阿呆的年齡是阿瓜的兩倍欸 所以意思就告訴我們4T加6會等於兩倍的什麼T加6 那利用先前交過的分配率把它乘進來 2乘上T是2T 2乘上6是12 所以是2T加12 那我們就得到4T加6等於2T加12囉 好 4T加6等於2T加12 欸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4T跟2T 4T比較大 所以是2T移過來減 這裡的加6移過去就要變減6 於是我們得到4T減2T會等於12減6 好 4T減2T的話剩下2T 12減6的話剩下6 兩倍的T是6 所以把2除過來 T就要等於什麼3 好啦 這時候欸 各位同學很容易犯錯在這裡 T是指3年前 阿瓜的歲數不是今年 不要好高興答案就寫下去那就錯了 好啦 所以阿呆跟阿瓜其實分別是 3年前是T這麼多歲 今年的話叫T加3嘛 所以阿瓜的部分是3加3 6歲 阿呆的部分呢 是4T要再加上3喔 於是是4乘以3加3 那就是12加3 答案等於15歲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 阿瓜 阿瓜